今天来说说童年阴影系列之 巫术机密档案 煤气店的老板肥猫 有一个睡在太阳晒屁股的老婆 和一个口二的女儿小花 一家三个月是日温馨甜蜜 小康水平 早上随时起床做早餐 送女儿上学 是肥猫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居家好男人 却在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 发现老婆和一个男人在家里鬼魂 可能是性格懦弱和心慌的原因 肥猫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打扰 建议他们最好就房间里搞 开着空调来趴的话 还可以散发一下肉身的热量和香焊 肥猫没有任何打冒和发表 而是一个人留在街上吃吃喝喝 从白天一直留到的晚上 还在南桂坊的酒吧 撞见了个小学同学 二十多年没见的老同学 基本上就是干了一些 工作和家里方面的事情 实在是 不是 肥猫的这个老同学 却不玩这一套 而是分享着了酒吧撩妹的经验 胆大厚脸皮 欲女人爱上你 讲到的是口吐莲花 金句莲莲 简直一个两性情感类 终秀节目的专家 很快这家伙就勾搭上了一个少妇 看来还是挺有实战经验的 肥猫就继续一个人借酒消瘦 喝到省心气头差不多麻痹的时候 还把一个小汤匙苗碎花买单 一张张千元大厂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好不容易有个人可以扯淡一下 肥猫说出了被老婆带利貌的事情 一个大男人看到自己老婆 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竟然如此活性 翠花还是第一次见 建议肥猫现在就回家弄死他们 再把尸体挂在往后巷锅厂边吃 帮他搞定 也就是买凶杀人 肥猫本来就没有任何杀人的意思 但在九九年马毕和总结的追问之下 很自然的 就说出了要杀死老婆 钱包里刚好有他老婆的照片和一些钱 以及家里的地址信息 总结结下了这一代生意 准备安排杀手 肥猫大半夜的也终于醒了过来 回到这里发现那个姜夫还在鬼灰 完全当成自己家里一样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杀手混合就早上门来 直接乱倒搞死了姜夫 肥猫想要阻止杀手搞事 却被对方一早告晕在地 老婆最后也是在杀手倒下 调止专业户修割 虽然之前才遇过发现饭店面门惨案 但肥猫的这种凶杀案 多少还是有点奇案的味道 决定好好调查一番 不像最近的神圣罗虎兵贵尝试案 警方排除他才的调查结果 明显有点缺乏公信力 再加上喝酒断片的原因 昨晚发生的事情 肥猫也已经想不起来 再次来到酒吧 找醉花学院当晚发生的事情 却什么鸟事都没问到 杀手大佬再次早上门来收尾款 要求肥猫打出80万 就放他一条小命 被叫这家伙这样一下 肥猫干脆店也关了 电话也不接 结果那这家伙直接把他的店给烧了 肥猫之后留到老家 暂时躲一下 刚好中间同城的华叔和华弟 打算去香港干一票大买卖 华弟当意帮他搞定杀手最佳的事情 没想到这些杀手 比想象当中的含药凶猛 不仅挪走了华弟和肥猫 一滴脆花 还玩起了很有味道的主管茶身 一时杀了出来 人狠话不多 龙动手了 绝对不会动口 一把AK就将杀手团灭 一拍扫回所有的威猛骑士 在带着华弟和肥猫回去的路上 两人不小心滑下山坡 华弟最后原本失血过多而死亡 华叔以为是肥猫故意摔倒 弄死华弟 发誓要搞死肥猫全家 喊嘎富贵 另一边就有个调查发现 华叔曾经生命退伍军人 翠华也说出了帮羞猫介绍杀手的事情 本来是来干大买卖的 宣传机转入了立宗杀人的案件 华叔决定搞事搞到底 先告示肥猫VDD报酬 先失常到肥猫家里 谁指头的女儿和老妈 要求修哥交出肥猫 修哥直接拒绝了这个条件 这个肥猫的老妈 被跑下楼当场去世 肥猫不得不情致上去谈判 华叔用肥猫膨胀胀的肉身周围掩体 又一块百步遮挡着流到车上 逃离现场 接着将肥猫和小华 卤到着那么的绑了起来 当着肥猫的面 将小华活活烧焦 都说出来会 祸不及欺恶 那也只是说说而已 量捆手要搞死逼哥全家 最终的是死全家了 性魂残破的华叔也是如死 肥猫怎么也想不到 就后了一句无心之话 最后竟也会搞到家破人亡 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 祸从口出 华叔玩得还不过瘾 又将小华的教师 临到肥猫面前 让他好好的记忆一下 肥猫也从之前的死心裂肺 变成了肥猫肥小的癫狂状态 在华叔点火了一瞬间 即使正在了身上的绳索 抱着小华的教师把腿就留 逃跑的过程中 还不小心搞掉了教师的脑袋 男子和大丈夫 多也不是办法 肥猫决定和华叔对着干 干不过就把多毛毛搞偷鞋 华叔在一个沙子中的老江湖 在肥猫这张重量级的肉身面前 多少是显得有点吃力 这就好比拳击当中的重量级和轻量级 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量身之间的肉搏大战 肥猫看起来六战上风 正所为 一声下爆出了愤怒 完全将华叔尸子的按在地上摩擦 用汽油炸了华叔一回之后 再利用煤气 将华叔炸出一堆渣渣 等到条子赶到的时候 肥猫还一直说着 判马后 华叔讲说 一篇上亿于1993年 是由邓简成指导了一部港产B级片 也被为香港残酷杀漏片的巅峰之作 说起邓简成这个人 那绝对是香港影台 竟是与秋里桃的B级片大王 灭门产案系列 高杨医生 香港旗啊 黑鱼段闯歌等等 都是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2000年之后开始北上排行 像中央六套经常播的电视电影 张志玲主演的陆小凤传奇 以及标行天下等等 都是北上转型之后拍的作品 可以说和以前的风格完全不同 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毕竟现在的电影市场 国内才是全球最大的票仓